这是传说中法老王的干尸 整具尸体保存完好 毛发牙齿都清晰可见 仔细观察发现其面部极其扭曲 四肢诡异地交织在一起 头部竟然还破了两个大洞 在生前遭遇了什么 为何表情如此痛苦 专家研究后达出背后真相 在印度洋彼岸的埃及首都开罗 一间博物馆中存放着历代法老王 和王后制成的木乃伊 他们被发现于150年前 当时一伙盗墓贼在刑警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秘密通风景 就像是一个通往隐秘世界的入口 一行人都是行业专家 立马就发现有人为的痕迹 果然底部有一座墓穴 数千年来无人打扰 下去之后发现 里面竟然存放着超过50具的木乃伊 周边散落着些许金银 盗墓贼将金银带走 木乃伊则留在原地 很快专家得知后 立马将木乃伊回收 放在博物馆中研究 发现这竟然都是法老王和王后的遗体 这一发现直接让这座博物馆扬名立万 民间称皇家储藏室 在研究过程中专家们发现 其中包含一位显为人知的法老 塞格嫩拉 历史文献对他的记载很少 并没有像拉美西斯大帝或赛提伊士等几位法老出名 但是能够安葬在这些法老身边 也侧面说明他是一位伟大的君王 在塞格嫩拉的灌溉上有一句名课 勇敢的塞格嫩拉 为什么他是勇敢的 专家们为了更多的了解真相 将棺果打开后 一具呲牙咧嘴面目猙獰的干尸出现在面前 自大研究开始以来 没有见过如此恐怖的法老干尸 双眼脱离 颧骨突出 头骨破了两个洞 一位法医讲解了破洞的形成 这是由某种顿气砸伤所留下 专家们倒吸口冷气 谁这么大胆竟然敢谋杀法老 其实早在150年前 刚刚回收过木乃伊时 就有了一篇研究报告 研究表明塞格嫩拉死于战场上的战俘砍伤 这是钻研古埃及历史的专家站出来反驳 一个国王为何要上战场亲自杀敌 一语惊醒梦中人 专家们就着这个疑点 重新开始探讨研究这位法老王 而后越来越多的问题涌现 塞格嫩拉死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维护他的面部 塞格嫩拉在任职期间没有留下任何建筑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这是传说中法老王的干尸 整具尸体保存完好 毛发牙齿都清晰可见 仔细观察发现其面部积极扭曲 四肢诡异地交织在一起 头部竟然还破了两个大洞 他生前遭遇了什么 为何表情如此痛苦 专家研究后达出背后真相 研究过程中 专家们发现疑点 木乃伊的制作过程 通常需要几周才能完成 先将大脑取走 然后全身涂抹特制的盐粉 用于防腐 而法老王塞格嫩拉 并没有经过这几道工序 匆忙之中做成了木乃伊 导致肢体扭曲面目猙獰 甚至可能还是在战场上进行的制作 专家们来到当时的古战场研究 发现了一片废墟 在这片废墟之中 发现了带有勇敢的塞格嫩拉的门框 随后又找到了一张 存在了三千年的沙草纸 上面写着塞格嫩拉和附近的国王发生了争执 原因竟然是塞格嫩拉 养在池子里的河马太吵了 这显然说不通 哪有国王会因为吵闹的河马开战 研究古埃及历史的专家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观点 有可能在古语中 河马和士兵的发音相似 恰巧塞格嫩拉当时正在整备军队 误听成了将你们国家的士兵转移 无论专家如何解读 真相只有一个 就是塞格嫩拉主动发起的战争 至于目的性还有待考察 就在一筹末展时 一位专家想到了什么 来到了一处神殿 指着上面的壁画说道 这应该就是战争的原因 壁画上可以看到在法老王的头上 有两个神明托特和荷鲁斯 一人拉着一个绳子 绳子末端绑着莲花和沙草纸 古埃及时期国家分为上埃及和下埃及 壁画表达的意思是法老王不可思议的能力 能够同时执掌这两块土地并团结起来 可是当时上埃及被策反 身为法老的塞格嫩拉背负起了责任 亲自面对埃及的敌人将他们赶出国家 但是这一想法不符合医学分析 如果法老是在前线杀敌 那么身上绝对会留下自卫伤 比如用胳膊挡住刀枪 可是法老身上除了头部并未发现伤口 这时有人给出了证据充足的分析 这是传说中法老王的干尸 整具尸体保存完好 毛发牙齿都清晰可见 仔细观察发现其面部积极扭曲 四肢诡异地交织在一起 头部竟然还破了两个大洞 在生前遭遇了什么 为何表情如此痛苦 专家研究后达出背后真相 研究医学的专家提出自卫伤的关键点 专家们重新审视这具遗体 看着干尸整体的姿态和伤口 脑海里慢慢浮现出这样的画面 法老为了拿回土地 随意找了个借口发动战争 法老并未在前线杀敌 而是在不远处由轻卫保护指挥战斗 突然一闪 荧光飞过 轻卫反应迅速用盾牌举到法老身前 只可惜敌军使用的是威力强大的反曲弓 箭头直接穿过薄弱的盾牌 将轻卫击倒在地 法老身边没了保护 很快就被俘虏了起来 敌方首领拽住法老的头发 当着士兵的面 当众对法老进行最后的处决 以展示自己的实力 干尸头上的伤口就是由此而来 敌军首领发动的处决并非一次攻击 先是用自家窄长的铜斧 朝着法老的右眼眶砍去 留下了第一个伤口 然后是左眼下方 用的是同一种武器 紧接着将斧头调转 用斧柄朝着眼眶砸了过去 造成了严重的顿伤 然后首领的展示到此结束 接下来由手下来终结法老生命 这个故事十分完美 和法老身上的伤口一一对应 但细心的法医发现了盲点 伤口造成的时间并不一样 脖颈处的一个贯穿伤 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柱伤口十分接近几岁 比头颅上的伤口早出现几个月 事情还有转机 法老可能并非死在沙场 在敌军终结法老时 用长矛朝着脊髓插了下去 阴差阳错 法老活了下来 但是从沙场回来的法老 脖子以下全部瘫痪 无法控制手臂 强大的手臂肌肉 没有了大脑控制 导致双手呈现诡异的姿势 而法老躺在那里 静候死亡倒林 这时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是谁已经不重要了 神秘人走到法老身前 举起手中的斧子朝着法老头部 砍了两下 这次的伤害导致了法老塞格嫩拉的死亡 不过无论塞格嫩拉死于谁手 他的死也并非徒劳 在发动战争60年后 古埃及人民将敌人击退 成功统一了古埃及将近千年 如果没有塞格嫩拉开展斗争 或许以后的这些故事都不会发生 所以他才能够和历史上诸多有名的法老葬在一起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这么多 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你的耐心观看 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